第26题,若在智德的经盐中取出20克的盐,可用以下哪一个方法来测量出这20克盐的体积? 我们平常上课教的叫投水法,把它丢到水中来看它的体积,但是呢,我们的盐巴是可融的,所以呢,不能够直接用所谓的投水法。 那,就各位可以想想看,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测量,不过我们上课教的时候,通常是说,我们就把它泡在饱和溶浴当中,因为饱和了就不会再溶了,所以就可以用原来投水法去量。 所以第26题,我们说,可以用以下哪个方法测量出这20克盐的体积?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将食盐放入装有饱和食盐水的两桶中,观察意面所对应的刻度变化。